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不是悲观的情绪 而是一种积极的态度 凡是靠自己去做好 不等不靠朋友帮助你一把那是勤奋 没有人帮你也是本分 当你摆脱了对别人的依赖 人生就会更加成功 即便是一个人也会鹤立鸡群 成年人的交往都是很安静的 没有争吵 人与人的感情是会变的 随着你的身份转变而转变 随着利益的变化而变化 成年人要走的路冷暖自知 是甜是苦 自己慢慢品尝就好 不必找人诉苦 更不必巴结谁 小魏前天下午联系到我 他说 如果我退出了同学群 同学们会不会有看法 我对他说 如果你不是一个成功的同学 没有地位 也没有钱 你退出了同学群 是不会有人在乎的 如果你人缘不错 顶多是有同学打个电话给你 问一问你为什么退出群 小魏今年三十多岁了 在社会上婚了很多年 还是一事无成的样子 他现在是一家酒店的保安 每月工资两千多 除了房租费和生活费就所剩无几 他的妻子常常抱怨 为什么嫁给了这么穷的男人 小魏也很空恼 他觉得自己对不起家人 但是他没有一技之长 想要创业 也没有钱 只能慢慢混 能够保障一家人一时无忧 就已经很努力了 小魏说 上次同学聚会的时候 几个在学校很要好的哥们 听说我在酒店当保安 先是一愣 然后就故意冷落了我 我有辞职之名 不想去巴结他们 大家同学一场做不争朋友 同学关系总是存在吧 我安慰小魏 你也别太在乎同学之间的关系了 在学校的时候 你和他们也许是朋友 但是走出了校门 人是会变的 是的 很多友谊注定是停留在过去 儿时的玩伴天真无邪 大家在一起玩得很开心 但是长大以后都不怎么来往了 大家各奔东西 很多玩伴都失去了联系 同学的情意随着你跨出校门的那一刻 注定要悄然发生改变 社会是一个大染缸 为同学的友谊染上了不同的颜色 只是这个过程很慢 是很安静的 安静到你无法察觉 无法相信这是真的 当我们意识到很多过去的感情 都不再真挚的时候 慢慢就变得不合群了 退出了很多的圈子 微信群也越来越少了 即便还在某个群里 也悄然把群消息屏蔽了 眼不见为敬 二 人与人的疏离往往是沉默的 失望到连话也不想说了 很多人都以为 人与人的疏离是因为吵吵闹闹 在分手之前会狠狠地吵一次 其实不是这样的 真正的疏离是悄无声息的 是因为彼此都很失望了 连一句再见也不想说了 都已经不想交往了 还说一些告别的话 反而显得太虚伪了 弄不好还会进一步地伤害彼此的心 谈恋爱的时候 你会用心去理解对方 会积极地追求对方 你的行动会打动对方 也会感染对方 爱情会慢慢升温 两个人会结婚建立家庭 但是两个人不爱了 就会慢慢地疏远对方 或者有一方便的铁石经常 再好的爱 也不能打动他 朋友之间 如果有一天不想交往了 并不会打着旗鼓说 我们断交吧 多半是慢慢不联系 到彼此拉黑 或者多年不联系 就不会再联系了 即便后来再见面 也是微微一笑 无话可说 亲戚之间的疏离 也没有谁和谁吵吵闹闹 只是家里有事情的时候 不会通知对方了 过年的时候 也不会礼商往来了 彼此都知道联系方式 但几个月都不会打电话 亲戚也就是某种仪式上的 做上宾 大家吃一顿饭 表示彼此还有血缘关系 除此之外 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成年人之间 如果还会争吵几句 是因为还在乎对方 不舍得疏离对方 真正不想交往了 是没有争吵的 是不会有告别的 三 成年人的生活里 没有真心朋友 朋友多半是 利益交换关系 没有人是你永远的港湾 能救你的 只有你自己 成年人的朋友 多半是利益交换关系 能够在你落魄的时候 陪你一起熬过去 这样的朋友少之又少 如果你是一个大老板 很多人会愿意陪你交往 因为他们想从你身上 捞到一点好处 或者找你一起合作 做一些互惠互利的事情 如果你谋得了一个很好的位置 别人与你交往 其实是与你的位置交往 当你有一天 卸甲归田的时候 朋友也会慢慢地离开你 他们会去寻找 真正需要的人 如果你从富有 变成了贫穷 朋友就忽然消失了 你会因此感到寒心 也会真正地看清楚朋友 我的二表舅 曾经是一家 大型企业的管理人员 在位的时候 帮助了很多朋友 好几个年轻的朋友 都安排到了企业里上班 二表舅50岁的时候 因为管理疏忽 导致企业损失了几百万 被降职了 成为了普通员工 那些曾经称兄道弟的朋友 也假装不认识他了 几个同在企业上班的朋友 还出面指证他的错误 和他断绝了朋友关系 二表舅说起了自己的遭遇 很懊悔自己 太相信朋友了 早些年 我的一个朋友 刚大学毕业 进入了一家地方企业工作 这企业的老总 是他家人的朋友 他也算是靠关系 得到的工作 朋友资质很好 智商高 情商也不低 很快就与领导统一战线 每当下属有什么风吹草动 领导都会私下的 找他来问 久而久之 两人的关系 变成了互相依赖 工作上合作愉快 生活上相互扶持 当时 他的在任领导 大大十岁 无论在生活上 还是事业上 经验都比较丰富 于是朋友一有问题 哪怕是自己能解决的小事 也习惯性地去找这位老大哥 疏通思路 寻求意见 这样的关系持续了三个月 后来听说他们单位 有人开始怀疑他俩的关系 公司里七嘴八舌的议论 让那位领导反思再三 觉得和下属走太近了 影响不好 于是领导开始疏远我的朋友 让他事实独立 不再像从前一样 有恩必达 朋友很苦恼 觉得自己被冷落 无论领导私下和他怎么解释 他也转不过来 这个弯 一度地认为自己 没有了依靠 遇事 没人指导 整日闷闷不乐 他在烦恼之余 来和我诉苦 我于是列了几条 自认为 挺强大的理由给他 第一 你不是他的家人 他没必要事事帮助于你 你的领导没有说破这一点 是因为他善良 不想伤害你 但千万别以为 人家帮你是义务 第二 就算你是他家人 你已经成年了 应该自己独立 谁也不能帮谁一辈子 工作是 生活更是 第三 工作本身就是独立的 每个人各司其职 合作是缠偶的事 但独立才是合作的 大前提 第四 如果事事都依赖别人 那你永远也不会成长 更不会成熟 朋友想了几天 重新摆认了自己的 在公司的位置 成长之余 才慢慢地理解 他之前的过分依赖 其实对他和他的领导 都不是一件好事 他开始重新找回自我 凡是独立思考 独立完成 很快就获得了上级领导的 重新赏识 朋友多了路好走 你结交朋友 但别依赖朋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聆听 期待您的留言和分享 佛禅每天为您推送新文章 希望您每天都有新感悟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